全球生化家 晶圓代工龙头 文茂 董事长陈敬才 独家接受近新闻 节目令行者专访 谈到5G新世代 已经遇见AIOT智慧联网 将改变全人类的生活形态 台湾不止科技实力 傲施国际 人才更是我们的制胜武器 不过台湾社会走向高龄化 生育率持续下降 恐怕导致人力出现断层 陈敬才语重心长 建议教育体制 应该以国家发展与社会需求 调整应应 而回想起自己的求学时代 只要努力就有收获 一路从会计事务所查账员 到横跨传产 电子双击的专业经营者 每一步都是新的学习 从考医学系失利 到教读会计系 进到事务所服务 应援计会 受南桥集团会长陈飞龙 邀请加入团队 一路当道关系企业总裁 而57岁时 布人好友前稳茂董事长 谢世川经营出现困境 决定跨境电子业 从股东成为营运救火队 一口气拯救了稳茂 广加宇宣德三家电子公司 以自身经历整合资源 掌舵企业发展往前进 陈敬才也鼓励年轻人 勇于挑战披荆斩棘 才有机会看到属于自己的成功难害 请新闻曹征皇冠卫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